姐弟俩不去上学,却跑到集市上卖起了狗,这可是小明最喜欢的宠物,是什么原因让他舍得卖掉呢? 他们是留守儿童,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姐弟俩只能和爷爷一起相依为命,爷爷最喜欢的就是吹唆呐,这也不会让他的内心太过空虚,他一直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能站在舞台上表演一次。 只是他的唆呐实在是太破了,吹出来的声音就像鸭子叫,小红就想帮爷爷把唆呐修好,让爷爷去参加吹歌节,只不过小红并不会修唆呐,他只能尝试把它修好,他拿着锤子就是一顿乱砸,结果直接就把唆呐给砸爆废了,这下一点声音都吹不出来了。 姐弟俩顿时都有些不知所措,本想做一件好事让爷爷高兴高兴,没想到却弄巧成拙,这回不得被爷爷打死。 还没等他们想好解决的办法,爷爷就回来了,看着报废的唆呐,他既心疼又气愤,追着孙子就要教训他一顿。 而此时小红的心里却感到无为杂陈,唆呐坏了,就不能去参加吹歌节了,可买个新的又太贵,只能去找邻村的王师傅,看看还能不能修好。 就当王师傅看见这个破旧的唆呐时,直接就劝爷爷放弃吧,买个新的多好,可爷爷却舍不得花这个钱,因为他想把钱都花在孙女和孙子身上。 于是,他再一次恳求王师傅帮忙给修修,爷爷的执着终于说服了王师傅,虽然唆呐是被修好了,但是声音比以前还难听。 小红听见就想给爷爷换一个新唆呐,只是自己没有钱该怎么办呢? 于是他记下了妈妈的电话号码,然后去小卖部打电话,他想问妈妈要钱给爷爷买个新唆呐,只是打了好多遍都打不通, 最后都给老板娘打烦了。 你妈正端盘子呢现在,哪有空接电话? 听到这儿,姐弟俩只能失落地离开了,可他们并没有放弃给爷爷买唆呐,而是又想出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把狗卖掉。 虽然心中有万种不舍,但为了能让爷爷高兴一次,他们感觉还是值得的。 很快,狗就被饭店的老板买走了,可就当小红看见牌子上的字时,他瞬间就改变了主意,因为他不想狗狗被杀掉。 于是,他们再次去找了王师傅,希望他能答应用狗狗换一只唆呐,可直接遭到了拒绝。 但最后,姐弟俩的孝心还是感动了王师傅,虽然没有给他们一只新唆呐,但给了他们一个围绍,这是他用芦苇精心打磨出来的,可以让唆呐发出动人的声音。 姐弟俩开心地跑回了家,刚准备给爷爷一个惊喜,却发现围绍不见了,姐弟俩又远路返回,一路寻找,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。 即使这样,姐弟俩依然不死心,他们想去踩卢尾,然后再去找王师傅换尾绍,就这样,他们为了爷爷的梦想,准备好了一切,再次出发。 只不过这次路途遥远,但就算下雨了,也并没有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。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们找到了卢尾堂,本想多踩一点卢尾回去,可没想到,小红的脚底一滑,直接就掉进了水里。 这可把小名吓得够呛,她大声哭喊着求救,可四周空无一人,幸好,边上的水位不深,负责后果不堪设想。 小红在冰岭的水里挣扎片刻,终于爬上了岸,浑身湿透的小红被冻得瑟瑟发抖。 弟弟看着姐姐也非常的心疼,就紧紧地抱着姐姐,希望能给她一点温暖。 一直到了天黑,姐弟俩才回家,而此时爷爷已经在门口交集地等待多时。 看见孙子和孙女平安归来,她这才放下了心,得知孙子和孙女是为了给她换尾哨,她是又心疼又无奈。 到了夜里,小红就发起了高烧,爷爷迅速背起孙女就去了医院,就这样一直陪着孙女说完了夜。 而在小红的梦里,又梦见妈妈回来了,可她不管怎么呼喊,都没有看见妈妈的身影,她实在是太想妈妈了。 只是现实有太多的无奈,如果可以选择,谁又不想陪在儿女和父母的身边呢。 就像同村的刘爷爷,也是独居老人,她的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去了城里,只留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,每天连说个话的人都没有。 爷爷比起她,最起码还有孙子和孙女的陪伴,可想而知,她的内心是有多么的空虚。 其实老人并不是想过多好的生活,而是希望能有亲人的陪伴就够了,只是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都是无奈罢了。 小红的病刚好,就带着弟弟去找王师傅换伪哨,可不巧的是,王师傅这回没在家,她去县城文化馆修喇叭去了,可从这儿到县城还要几十里地的路程。 但他们并没有犹豫,而是一路打听,直接前往了县里。 为了节约时间,他们选择了走小路,却没想到车胎这时候没气了,他们只好推着走。 最后,小明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,姐姐就让她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推着她。 就这样,一直到了大公路,小红终于拦下了一辆拖拉机,这才把他们拉到了县里。 当王师傅得知了他们的遭遇时,她感到了心疼。 为了他们的这份孝心,王师傅又给了他们一个微笑。 可当小红看见满桌子的唢呐时,她又有了一个想法,她想借一只唢呐,等爷爷比赛结束再还回来。 可这件事情要找馆长说才行,只是馆长现在又不在,姐弟俩也只能边修车边等着馆长的到来。 最后,在王师傅的帮助下,馆长同意借给他们唢呐,而此时的爷爷正和黄老师学习吹唢呐的要领,只是他那破旧的唢呐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。 不过在黄老师的指点和示范下,让爷爷懂得了发音的技巧。 但他还不知道,孙子和孙女为了能让他用上新唢呐,可给他们折腾得不轻,一切只为了让爷爷高兴一回。 天黑了,他们还在回家的路上,小明被累得都快睡着了,小红被累得满头大喊,但在他们的心里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,因为他们感觉一直都是爷爷为他们付出,这回他们也想为爷爷付出一次,所以再苦再累,他们都无怨言。 当爷爷拿着心唢呐的时候,顿时就感觉到了满满的全部都是爱,他既开心又感动,他深知孙子和孙女的一片笑心。 就当唢呐声再次响起时,终于在爷孙三人脸上看见了幸福的笑容。 吹歌节的那一天,爷爷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去参加了比赛,只是他有一点紧张,孙子和孙女在台下为爷爷加油打气。 最后,爷爷出色地完成了表演,孙子和孙女也终于为爷爷完成了一个心愿。 全片没有一个年轻人,除了孤寡老人就是留守儿童,他们忍受着孤独,还要坚守着生活,也许那种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。 所以我们要更加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,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,献出您的爱心,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